水肥绿螺的过程中,要每隔10-15天更换一次水分,保持水质的清洁感情。 夏季温度就高时,每周要更换1-2次水分,避免水中自生细菌。 而且换水时,要对容器的内壁以及绿螺的根系继续清洗。 绿螺在水肥的过程中,只能从水中获取营养,因此在水肥时,要像容器中每周加入一颗颗粒肥或者是硬肥,为植株补充营养,而且加有肥料的水质容易浑浊,最好每隔2天更换一次,避免产生肺害。 绿螺的耐引性强,对光照的需求较小,但长期属于弱光的环境中,生长速度较快。 水肥时可以将绿螺放在散光充補的窗边,让植株接受散受光照。 而且,冬季温度较低时,要为绿螺提供全日照,保持叶面翠绿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